民意大学在声明中表示学校实行学分制收费 且在当年的招生简章和入学须之中 明确了这一收费制度全文836字 阅读约1.5分钟前日4日 民意大学部分同学在网上反映 称自己在学期初已交过学费 但该校的财务公众号显示 还欠近3000元的学费未交 这样的情况在林一大学大二 大三年基本科生中广泛存在 学生要补交的学费 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对此林一大学 昨日5日在其官方微博发表声明 称学校实行学分制收费补交的学费 是根据学分计算所得 图为林一大学学生提供的交费页面 林一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向记者表示 自己前日上午在财务公众号上的欠费金额 还是零结果下午就欠了近3000元取费 该同学表示自入学以来 每年的学费为5300元交费 也都是在开学前打入学校下发的校园银行卡中 在由学校自己从卡中划走 但如果算上要补交的学费 自己仅大11年的学费 就达到了6250元 对此林一大学在声明中表示 学校实行学分制收费 且在当年的招生减章和入学须之中 明确了这一收费制度 此前的学费为预收学费 而实际的学费 则要根据学生每年选课的学分数来计算 图为 林一大学微波声明图片学费 包括专业注册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 以某专业为例 该专业每学年专业注册费 为925元人才培养方案 规定总学分为155分 该专业本科四年基础学费 为9254加155 乘以100等于19200元学校 每学年预收学费为4800 如某学生某学年选课50学分 则该学年度应交学92550 乘以15925元 其应不交学费5925至4800 等于1125元 如某学生某学年选课30学分 则该学年度应交学费为925加30 乘以100等于3925元学校 应退学费4800至3925875元 此外 如果该专业的学生 在四年的学期进程中 每年修读的学分数比较平均 则其学费差别不大 如果该专业学生前期交学费多 后期自然就少 前期交学费少 后期就会多 但总费用是一样的 不超过培养方案 所规定总学分要求学分许费 新京报记者王俊 实习生音乐编辑 周一教队陆爱人 值班编辑花木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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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